有请下一位选手 朱嘉丽女23岁江苏人扬州大学 烹饪工艺于营养教育专业应届商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朱嘉丽 我是目前就读于扬州大学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也是一名轮滑教练 我的座右名是 有双手 只要我想我就一定可以 很高兴来到非你莫属 这个很好的平台 我想找一份关于舞蹈相关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板能给予我机会 或者给我与我意见 谢谢 刚才你说到非你莫属是很好的舞台 有多好 可以让我更好的去认识我自己 甚至说可以帮助我成长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这么生气呢 我有一点特别纳闷啊 你这一个烹饪工艺与营养教育专业的人 不去做厨子 你去跳起舞来了 你这是啥意思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喜欢舞蹈 因为家庭原因的问题 就是经济啊 以及父母的这个各种教育的问题 他们认为读书能让我成才 然而在我高中的时候呢 我想选择的专业是 源于我十二岁 我的父亲 当时我的父母亲还不是我的父母亲 我管他们叫姨父姨母 然后呢 我做了一道菜 然后我的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真好吃也不看是谁的女儿做的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所以我内心填满了缺失已久的父爱 和家庭的温暖 所以我觉得 我可能应该去做一名厨师 可以用通过我的菜品啊 或者我对营养的一些理解 去尽我的能力去照顾父亲 听得出来这是个乖孩子 你的意思是说舞蹈是自己的梦想 是的 而学烹饪是为了给家庭温暖 可以这样说 咱们别绕啊 孩子啊 你别太紧张了 你刚才说的那段话信息量好大 你说你那天做饭的时候 才知道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你能把这一段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的母亲就是在我不足一个月的时候 就回了她的家庭 然后我由外公外婆养大 养到八岁的时候 外公觉得我应该回家 应该到父母所在的城市去生活 然后母亲呢就来接我了 在八岁之前的印象只有电话 知道我的父亲不要我母亲了 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其实他们都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生活所迫 经济紧张 我也能理解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父母在十二岁之前是亏欠你的 但是呢 你却内心依然抱着感恩之心 虽然自己不是很喜欢做饭 但是因为做饭能够给家人带来温暖 你还是选择了这个专业 你是不是内心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害怕了 家人不要自己 是啊 现在看着你这么优秀 他们内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后悔的 我想问一下 父母支持你学舞蹈吗 不支持 以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父亲现在不支持 只是因为觉得 我没有童子宫 我付出的努力会比别人要多上百倍千倍 可能会甚至更多 我喜欢在舞蹈中 去释放自己的情感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喜欢站在舞台上 能够成为耀眼的光芒 我喜欢和小朋友去 去教他们跳舞 和他们分享这份快乐 我很喜欢 我了解 就是因为内心总是害怕被抛弃 所以你希望主动能够出现在大家面前 成为大家观众的焦点 那我想问一下 你如果家人不支持的话 你拿什么钱来学习舞蹈呢 我大学四年 没有问过父亲要过一分钱 我自己半工半读 我甚至一天可以打三四份工 我把所有的积蓄 除了要了交学费 生活费 我有的时候会跟同学蹭吃蹭喝 然后 我就把这个钱去学舞蹈 蹭吃蹭喝 那这样的话不是很不好意思 他们是我的闺蜜 我一开始也挺不好意思的 后来时间久了 脸皮厚了 他们不讨厌你 蹭吃蹭喝吗 他们不讨厌 因为我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你会武功吧 师父快坚持不住了 你的那些朋友们 其实之所以不讨厌你蹭吃蹭喝 其实是从内心深处理解你 并且钦佩你 你父亲是什么工作 我父亲最早是一名 砖窑厂的老板 后来我父亲失业了 后来他去给人家 就是我们老家话叫拎泥兜子 就是泥瓦匠工 但是他不算 他被称之为小工 就是给人家打杂的 五十块钱 人家都不愿意请他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 你声音哽咽了 你是看到过 父亲工作的场景吗 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才读六年级 我发觉我去看的 他还甚至每个星期 想要给我五块钱的零花钱 其实那年 我父亲夸我做菜好吃 他比以前变得更唠叨了 他会因为一点点小事 去斤斤计较 可是他还是想挣钱 哪怕到现在为止 他是买卖废品 他也说的 女儿在你出嫁的时候 爸爸一定要给你一笔 嫁妆费 其实他今年六十八岁了 我每次回家 他们都把好吃的留给我 家里一个星期吃一回肉 可是我回家天天都吃肉 他想让我顿顿地吃肉 他胃不好 他不让我吃剩饭 他说 我年轻打拼的时候 把胃累坏了 我不希望你 没有身体 健康的身体 才是生活的本钱 但是我心目中 最大最大的英雄 比任何人的父亲都伟大 没有给我很多很多钱 也没有说支持我的梦想 但是他给了我 这世间最平淡 却又伟大的父爱 我想让他活得久一点 老得慢一点 我长得快一点 我可以养活他 朱家丽 我很高兴你在谈起当年被送走的时候 你的声音当中是没有怨恨的 你是感恩的 我也很高兴像你这样飘飘亮亮一女孩子 敢于说出 我为了省钱 蹭闺蜜的饭吃 这说明你很自然 很率真 走到今天不容易 希望你今天能够找到一份心里满意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你 你今天找的工作是与舞蹈相关 还是与厨子相关 与舞蹈相关的 那据你的了解 今天的十位企业家 有谁会招与舞蹈相关的呢 我猜成为姐姐会吧 谢谢你教我姐姐家里 结果早就想跟你聊一下了 如果了解我们的企业会发现 我们会有专门的礼仪培训老师 对吗 那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跟你的舞蹈梦想 还是相差挺远的 你不觉得你要放弃梦想了吗 没有呀 可能在这三年五年十年里 我可能没有办法 真正真正的从事舞蹈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却时刻记住我的梦想 为我的梦想打出基础 经济的基础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朱家丽 你的意思是说 尝试无限可能 先生存下去 至于爱好 可以作为生命当中的伴侣 是这个意思吧 是 好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 以我目前的话 低薪不低于三千 成事不限 我觉得他那种 现在认清当下的形势 要赶紧解决当下的问题的 这个还蛮打动我的 谢谢 家丽 第二环节 你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展示出来的地方 如果你既然笃定了 要尝试无限的可能 那就希望你能够非常自然的发挥 好吗 来 第一场选择去或留 请大家做出判断 床内两盏灭灯 场外一盏灭灯 还剩七盏灯 祝贺你 家里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你能说的 那个陀老师 我特别想说一下 我觉得咱们当然是要鼓励选手 为主 然后这孩子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们也都看出来了 他又善良又努力 但是这舞跳的 不是那么的到位 就差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差在哪呢 差在我觉得就是 你不是情感充斥着你 情感支撑着你去表达 是你自己心里有想法 但是你把它摆出来很美 因为你本身就漂亮 但是恰恰是 我觉得这孩子从开始 他可能说实话 对于父母之前 把你放在外公外婆家 就是没有陪伴你 他都没有怨恨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内敛的孩子 他没有把情感充沛地体现在 你的选择岗位上 然后未来的职业发展上 甚至于你热爱的舞蹈上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 我觉得你很美 但是我想 我希望你未来能够更放开自己 把情感更多地表现出来 好不好 我也想说两句 就确确实实我认为 跳的 看的过程中 我看了一半 我就不想看了 因为我觉得 就像小叶说的 在摆招式 不管是厨师也好 还是舞蹈也好 好的厨师 通过菜品 表达自己 好的舞蹈家 通过舞蹈 表达自己 你缺乏那个自我展现 不衡啊 你们俩就不妨直白地说 虽然我们不是舞蹈专业的 但可以看得出来 这孩子靠舞蹈吃饭 这件事有点不太行得通 所以他父亲自己是很清楚的 说他没有童子宫 但他喜欢就可以了 好就好在 其实看了他这段舞蹈 以及听完他的表述之后 我认为这孩子 自己的选择 其实是正确的 他并没有想靠 完全靠舞蹈吃饭 他愿意尝试各种 其他的可能性 这倒是让我们心情 这个落下来了 曾华你想说呢 我想跟家丽说 其实你不是想改变 自己的当下的状态吗 包括给家里头 就是给你父亲更多的钱 那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销售 而不是说你去做舞蹈 或者说去做礼仪 而销售工作 你身上其实有一股子劲 我觉得没准可以 曾华这一点 我倒是挺认同的 那就不妨问一下这姑娘 你接受销售的岗位吗 姑娘 我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也卖过东西 就是如果自己没有用过 或者干什么的 我不会给别人推销 那如果了解了呢 了解的话 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呢 给你一个权利 你可以选择两位企业家 来进行提问 问你想问的问题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这是你最大的机会 你想问哪两位企业家 我想问一下 曾华姐姐 如果说 我从事您所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岗位 哪怕我从最基础的做起 我有可能犯很多的错 不知道您对于新人犯错的界定在于哪 大力我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要问我一个这样的问题呢 这样的问题我就不想回答你 你为什么不问我说 你如何 你要怎样把这份工作做好 为什么问一个 我能够对你隆冷到什么样的地步往下走呢 一个那么要强的女生 一个想挣大钱的女生 你哪怕问我说 曾华姐 我就想去你公司 你能不能把那个份销售工作给我 不是你问了那个问题 让我就真的是触犯了我的底线 你知道吗 我不认同 我不回答你那个问题 对不起 嘉丽 你刚才问这个问题 你的心理初衷是什么 为什么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想避开我的这个缺点 就是说把我这个缺点给解决掉 患者言之还是害怕被开除 被害怕被放弃是吗 是的 好 我要为嘉丽说两句话 其实你站在那里 从你跳舞到现在 我感觉两个字叫心疼 因为我做女性教育到今天十年的时间了 在你身上能够充分看到 你曾经家庭带给你的影子的讨好性人格 所以她为什么会躲避 她躲避的背后是她的讨好 但是大家一直在 没有找到她那个讨好的根源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就是 你今天是来寻求一份职业的 你要让所有的老板看到你身上的长板是什么 我有什么样的优势 那陈渭 你说的不跟那个展门说的一样的吗 你也说她是好 对呀 但我心疼啊 你们都在打一打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不心疼啊 对呀 没有谁不心疼她 所有的企业家其实都希望这个孩子能更好 的确她有讨好性人格 她为什么喜欢舞蹈 是因为她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才能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而在其他的时候 她总是害怕自己会犯错 我们所有人都心疼她 都希望她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请做选择 排流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谈钱和赏感情 来 张萌给出职位和薪酬 青创智慧科技需要一个营养师运营助理的一个岗位 那么这个岗位主要的工作呢 是用来在互联网当中跟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交流 关于比如说怎么做早餐呢 怎么做中餐呢 怎么做晚餐的搭配的工作 那我给出的薪水呢 是底薪呢是三千五百 另外呢还有两千块钱是作为奖金的方式 家里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或者对薪酬有什么意见 我对新潮没有意见 我想问一下工作的城市在哪 在北京 七九八艺术园区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青创智慧或者是谢谢再见 家里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来说一下你谢谢再见的理由吧 因为我奶奶九十二岁了 我父亲六十八岁 我不想离他们太远 一旦他们生病或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不能第一时间看到 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 我问了你地点 你是说没有要求的 是的 我是满怀着自信来的 因为我认为我的能力可以胜任任何一份工作 所以你真实的要谢谢再见走的原因是什么 距离 还是距离 是的 我认为你真正的选择谢谢再见的原因不是距离的问题 恰恰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你认为今天来了之后没有想到只剩下一盏灯 你认为你的自信在今天受到的挑战 有点气馁 是这样吗 不是 真的是因为距离 那个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 今天这场表现的是不是不好 是不是会有一点没面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想法 但是如果你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在意别人的想法 尽量这样做 就是不然的话你会活得很累 这是一个建议 但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 你就是特别在意周围人的这些看法的时候 我也建议你尽量不要在自己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做决定 因为当时刚才的那个决定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惜 这是我的看法 达立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自己想明白了 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要什么做什么 我觉得你好像是很随和 但其实你的内心是因为你没想明白 我现在明白了 加油哦 加力 谢谢你 至少你今天敢遇上这个舞台 欢迎你再来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